首先我還是就是感到非常抱歉 就是浪費了社會的資源 那當然也希望藉這個機會來還原當天的事情 那其實我是受到朋友的邀約到台北東區的夜店 那到場之後因為我的服裝沒有辦法國他們的規定 所以我也沒有進去 那當然也沒有像大家所說的酒店狂歡這件事情 因為當天我並沒有喝酒 那我就是在樓下大概聊天聊了十分鐘左右 我就搭乘一箱的車子離開了 那當中確實我沒有盡到該提醒的義務 這點我非常的內疚 也是非常重大的舒適 這點我對於不管是球迷或者是社會大眾 我覺得這是我必須要跟大家做道歉的地方 那我也接受球團的懲處 那當然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去就是聲明說 我絕對願意接受大家的批判 因為做錯事情就是做錯事情 那只是我其實不希望我的家人還有小孩 就是接受到一些就是我沒有做過的事情 然後來承受這些的壓力 經過這次的錯誤 我覺得我會更加的去反思跟反省自己 那也希望可以變成之後更加度出自己的動力 我會更加的 我會做錯事情 感谢观看